老爷子看着这群没出息的东西 重重地咳了一声 其中最没出息的还包括了许强爸妈 以及一直没怎么开口的敬锐杨父母 老爷子简直没眼睛看 咳了好几声都没人理他 紧接着 老爷子就听见一群没有出息的玩意儿 发出恩恩的声音 老爷子一愣 瞅了一眼木箱子里 只剩下一半的绿豆糕 有那么好吃吗 甜不拉几的玩意儿 有啥好吃的呀 他倒是对孙媳妇口中 可以拌面吃的牛油酱 比较感兴趣 还没等他开口让佣人去煮点面条 下一秒 他糟心的闺女就往他嘴里塞了一块绿豆糕 爸 你尝尝 老爷子一用力 绿豆糕就塌散在嘴里 刹那间 那股清香的味道 一满口腔 老爷子愣了一下 抿着嘴嚼了一下 惊爆味蕾的香甜细腻 顿时 让老爷子一阵惊叹好吃 一块绿豆糕 老爷子两口就吃完了 迫不及待伸手去抓 结果 空了 许念念一共就做了五十个绿豆糕 还拿出了二十个 寄过来的只有三十块绿豆糕 一家老小加起来十个人 平均下来 每人也就三个 而且 绿豆糕还那么小 几口就没了 老爷子顿时震惊不已 他刚尝到味道 居然就没了 看着一群狼吞虎咽的狗东西 进老爷子 气得脸都胀红了 抱吼一声 你们是猪头胎吗 一声抱吼 众人止住了动作 每个人僵硬地停下 纷纷看向老爷子 老爷子脸都胀红了 却又不能直接说理由 开玩笑 为了争一口吃的就发脾气 他这张老脸还要不要了 于是 众人就看见老爷子嘴唇 如动半天 突然吼道 只想这么难看 就我进家连面 许强一家四口文言 继续狼吞虎咽 哦 跟他们没关系 他们丢的是许家的脸 许强他妈近南西 倒是犹豫了两秒钟 他在想 他算近家人还是许家人 想了想 架不住美食的诱惑 算了算 他已经嫁人了 近家的脸 他也没有资格丢 然后毫不犹豫地 把手中抢到的 最后一块绿豆糕 塞进嘴里 直接一口塞 就怕自己家糟心儿子 过来跟自己抢 近老爷子 就瞅着闺女手中 那块完好的绿豆糕 见他居然犹豫了一瞬 就塞进嘴里了 老脸一抖 老爷子觉得心干碎了 这什么破闺女啊 他不要了 经过老爷子这么一吼 众人突然发现 一个可怕的问题 卧槽 箱子怎么空了 于是 众人的视线 齐刷刷地射向了 最开始狠心 一手抓三个的 近瑞兵 肯定是这货拿完了 近瑞兵被盯得 莫名其妙 你们干嘛都看着我呀 正在这时候 近瑞扬突然起身 哪怕对着家人 也十分地温润有礼 简直是绅士的最佳典范 我先上楼了 他语调不及不徐 如清风拂面 清润的声线 温柔好听 近瑞兵父母说了一句 你去吧 等近瑞兵上楼了 近瑞兵才抓着脑袋 大哥口袋 怎么鼓鼓的呀 卧槽 剩下的绿豆糕 不会都是大哥拿走的吧 众人一脸看智障的表情 看着近瑞兵 开玩笑 这家里啊 谁都可能干这种事 唯独近瑞扬不可能 金贵儒雅 是无论外界还是家人 对近瑞扬统一的评价 他会干这种掉价的事吗 没看到人家 第一个吃到这么美味的糕点时 表情有多么淡定吗 跟他们这群狼吞虎咽的 完全不一样啊好吗 许强更是直接磨牙道 哦 近瑞兵啊 你自己贪心吃那么多 还好意思赖在你哥身上 要点脸不 近瑞兵一脸我冤枉的表情 天地良心啊 他是真的没拿 唯一一个 目击近瑞扬把箱子里剩下的绿豆糕 放进兜里的庸人 站在墙角目瞪口呆 天哪 温润儒雅 绅士礼貌的二少爷 居然干出了这种事 这还是那个金贵 如同高领之画的二少爷吗 他好像突然侦破了大家族里 不为人知的心秘 怎么办 他会不会被灭口啊 庸人心慌慌的 在犹豫 要不要为了保命 引咎辞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